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咖喱 肉骨茶 饮你九层塔 做Spot 方圆花 蒸送的 Coco Hanapo Mango Mango 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在普吉岛 因为有些朋友已经知道我来泰国玩了 但是呢 现实的环境因素不太方便拿手机拍 所以素材都比较零散 我就想干脆那我就把这几天所有我们经历的玩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再配一些画面 好 我们已经准备好会吃饭了 这是张女士 这是程女士 这是王女士 普吉岛之行是我 然后我的好朋友张大美 程大嘴 我们三个人一起来的 因为我每年的大概11月底和12月份的时候 都会和好朋友一起出来玩待几天这种 我今天还自己换了换眉毛 但是可能因为防晒什么涂的有点太多了 感觉眉毛不太好 做上出的时候准备去吃饭了 去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海鲜餐厅叫做两兄弟是吗 然后大美昨天跟我说的时候 因为她月初的时候还在普吉岛 我跟你说什么叫做朋友 就是我说要出去玩 然后去普吉岛 她说她又在普吉岛 然后我说那不管 她说那好吧 定 大嘴呢 反正就是抛家舍一 就要出来玩 大美11月初的时候在普吉岛 已经去过那家餐厅了 昨天晚上她跟我说叫哥俩好 结果人家叫两兄弟 这就是张大美口中的哥俩好 哥俩好好像是一双面筋是吧 好好吃呀 好好吃啊 看这个皮皮虾像龙虾一样 看这是叉 咸鱼蟹 吃了海鲜之后开始去做按摩 我们先订了一个两个小时的泰式的按摩 两个小时之后大家因为都睡着了 觉得意犹未尽 那就再加一个足粮 就又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足粮 我们今天晚上吃的餐厅是鸡鱼泰式火锅 我自己超级喜欢吃冬阴公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吃冬阴公火锅 鸡鱼在北京也有 然后现在火锅还没上来 我又看一下河在国内吃的一定的 我们想不让你终于摆鼻子去说 你看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中午我们吃完饭之后 在餐桌上就决定了 下午直接就去做按摩 然后因为大美刚来过不及到吧 她有一家去做按摩的店 觉得还不错 我说那我们就去那家 然后查了一下大概有800多米 不行吧800多米 我真实际要打车 他俩不干 大概一阶子就是800多米你都走不了 我走了 当晚晚上那个腰很疼 反正在北京每天晚上都要热敷 我走路走多的话 就会要停下来弯腰 然后不然我就感觉我的腰要断了 的确800多米对于很多人来讲 就完全不算什么 可能溜溜哒哒哒就过去了 当然现在对于我来讲 我就觉得就是走不了 当然最后我妥协了 已经上了 整体来说 比北京的差很多 第二天是我们在酒店里整整待了一天 中午也是在酒店吃的饭 看了一天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每次睡到自然醒醒了之后 吃饭 沾饭之后 就在床上躺着 做了最想要的生活 到晚上的时候 我和大美去看了那个 土地岛的成人秀 Sexy秀 我们刚刚从那个迷红灯处出来 是因为我们刚刚去看了Sexy秀 全是杂技 对全是杂技 这个秀它是不准拍照的 现场的画面我就不跟大家描述了 你们懂的 各个让瞠目眼是吧 我们现在要到江西楼 然后准备去逛一下夜市溜的一场 后来我们说那我就去编头发吧 然后我当时就心动了 直接我说那我也编 然后我编了一个 他编了一个 紫色吧 我要开始编了 红皮怎么卷掉了 拽着我的头 特别好看 编的特别好 我跟你说你现在就整个就 雷哈娜 真的 雷哈娜 两丝 编完了之后 买了那个小菠萝 买了芒果 就回酒店了 最开心的就是 回酒店的那个车 它就是整个前面全部都是那个音箱 它是要放音箱吗 怎么 反正放别放的事 吓死我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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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大哥直接把音乐打开了 吓了我俩一跳 而且我住的那个酒店 它也是在一个半山 所以它就要环着山上 整个的那个音乐的声音响彻山鼓 我觉得特别的还特别有意思 雷哈娜的演唱会开始了 当时我们还特别担心 吓这么晚了 尤其是12点多了 它要是一直这么大的声开到酒店的话 那整个我俩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结果人家就打不得相当讲究 去酒店大概还有50米100米时间 人家就把音乐缓缓的 先调低音量 然后慢慢的一直到最后没有声音 人家都不是咔一下就关的 到了酒店之后刚好音乐就没有了 贼叫不叫 这是我们来普吉尼的三天 昨天晚上去做了这个头 我回了之后 我怎么睡怎么呢 是我个的活 现在每天都是早上起来 天特好 一到下午 等起点就开始下雨 我们已经从这家酒店走了 我准备换酒店了 因为总共六晚了 我们想在一个酒店住三晚 所以换了第二个酒店 第二个酒店 当时我订的时候 其实希望很高的 这酒店的建筑啊 环境啊 都还挺满意的 到了时间拿到房卡之后 服务生就领着我们到房间 在上台阶上完台阶之后 就看到了两个这种轨道 说我们那个房间在山上 一升上去开之后 我还觉得挺兴奋 我给这个车起了名字 我不管它本来有没有名字 名字就叫闪电 越往高升 我心里越害怕 往外头还有点害怕呢 我真有点害怕 然后下来的时候 腿就已经转了 装修的就可能就是非常老旧了 房间就很暗 这个酒店把我所有接下来的 心情全部都抹擦了 当时我就提出说 那我们要换房间 但是前台说 所有的房间都已经定满了 换不了 我说那我们能不能退 结果发现 其实上面的推定政策 是不允许退房的 所以我就坚持它不退钱 那咱们这个房子就不要了 我直接定一个其他的酒店 这几千块钱瞎了就瞎了 但是我的好心情比这个钱还贵 然后我们在这件事情 就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大美和大嘴就都觉得 那其实也不是不能住 在她的这个原则里 这样是不对的 张大美说今天已经很晚了 就在这凑合一手 晚上回来的时候再换酒店 到这个时候 然后大嘴就说 那那个我觉得这个酒店不错 我不需要在这个房间 待这么长时间我可以 反正最后就 大家达成了一个这样的结果 最后就是她现在还在那个酒店住 然后我和大美 昨天从出海回来之后 然后又重新换了酒店 换到巴东那边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的那家酒店 晚上又去江西冷那边吃了晚饭 我们在的是一个商场的楼下 然后这家店叫 让大家看它叫什么 就是它 这就是它的名字 就是这么直接红筷子 这套餐具我之前在淘宝看过 我还想买的呢 就是这个大公鸡的这个 我们这两天吃泰国的饭 已经吃的够了 我们三个 尤其是我特别眼中的这种中国味 北方味 很多东西可能我只能尝尝鲜 但是吃多了 我不太能接受 这是大美店的什么 中国面条 白水煮面条 白水煮方便面 感觉还没有龙团好吃呢 然后在那个圣诞树前面 拿一通的给人家拍照 看给人拍照 我们就想找人给我们下拍个合影 但是所有过来的人 都是要求我们帮他拍合照 结果拍完之后 人家拿手机就宽了 不过最后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完成了 然后找了一个中国的小哥哥 帮我们拍的 拍的还挺美的 要开始去拍歌了 要我围绕个质王好吗 求你了